中國的香港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 肥佬禮為美國而善 肥佬禮為美國而善 壹傳媒選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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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日報》五名董事涉嫌全民勾建外國 說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被香港警方採取拘捕行動 西方一些政客以所謂新聞自由為防止 立即跳出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內德普萊斯17日宣稱 美國對港府選擇勝地使用國安法 任意針對所謂獨立媒體機構深感擔憂 並污衊對這幾個人的指控 似乎完全出於政治動機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和歐盟發言人馬斯拉利 亦發聲明宣稱 國安法被用於 壓殺香港的媒體自由和言論自由 而五名嫌疑人被捕 在他們涉嫌違反國安法 與境外勢力串謀 西方政客不是聽不到 卻仍是隔空要求釋放五人 這是對中國內政的干預 亦體現了他們的傲慢與偏見 有明確證據表明 蘋果日報長期充當反中亂港的前現陣地 抹黑特區政府和香港國安法 煽動黑暴和社會分裂 干預立法會和區議會的議員選舉 還長期勾結境外勢力 公開發文黑球外國對中國進行制裁等等 這隻毒蘋果公然破壞香港 網圖凌甲法律之上 這絕不是什麼新聞自由 而是赤裸裸的違法犯罪出賣國家 但總有某些西方政客 總喜歡打著新聞自由的房子 為他國的嫌疑反慷慨陳詞 轉過身來他對自己國家的人權問題視而不見 甚至打壓本國不同政見人士 實在赤裸裸的商標 不理是香港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 所謂的新聞自由 都不是違法犯罪的擋箭牌 此前港庫已經指出 此次行動是要打擊 涉嫌利用新聞工作為保護傘或掩護 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與一般正常新聞工作無關 6月18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 第一 香港是法治社會 我們堅定支持特區政府 和警方依法理責 堅定支持一切為維護國家安全 和香港繁榮穩定所做的努力 第二 香港國安法 重點打擊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一小撮反中亂港分子 保護絕大多數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權利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 趙立堅表示 第三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 都無權干預 我們敦促個別外國政客 放下傲慢和偏見 並且雙重標準 切實尊重特區依法 尊重廣大香港市民 享有穩定社會秩序和正常生活的願望 尊重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區行政區的事實 尊重不干涉他國內政 對於國際化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